我想大家都知道 今年三月間 我們農業部 續展為國貿易商 設合專案進口的國家進口雞蛋 最主要的政策目的就是不以價又無量 除了不讓雞蛋的產業受到衝擊以外 更能夠消除這些黑石的價格 讓所有的消費者都能夠吃得到蛋 經過三月間的專案進口 由於是第一次 我們也學到非常多的經驗 然後我們也打通了非常多的雞蛋進口的這些國家 所以在未來的雞蛋進口裡面 第一個要說明的是 我們還是會維持相當的一個庫存的一個水位 因為國內的生產的一個供需 能有可能會避到相關的疫情或氣候變變的影響 而造成雞蛋的某個程度的缺口 那這個時候庫存的水位的試度就是非常重要 那有關於庫存本身水位的一個調整 我們還是會以國內的雞蛋來做 不過國內的產能夠的時候 那國內的產能不夠的時候 我們就會啟動所謂的支付外進口 那未來的規劃我們在考慮 在規劃說 是不是有可能無貿易商自己來進口 然後政府單位是用降低關稅的方式來執行 那這樣子的規劃 我想我們正在跟其他的部位一起來規劃 那在適當的時間 如果說真的遇到了 國內遇到了比較嚴重的疫情的時候 那我們就會盡快的對外來說明 最重要的是 我們未來的雞蛋進口 一定不會去擋擊到我們國內的雞蛋 同一部最主要的立場 就是要確保我們國內的彈劑的產業 那未來的雞蛋進口 我們會考慮到量還有時間的問題 在特定的時間 用特定的重量的一個方式 來啟動這樣的雞蛋的漁鏡 來啟動這樣的雞蛋的漁鏡 感謝你們